旺线超话账粉飞快,击破了百万大关后,经过一个晚上的沉淀,又陆陆续续涨了几十万粉,此刻堪堪停在153万,而今天突然之间被冒字话题冲击,粉丝直接破了200万,可乐坏了一众元老,一时之间超话当中除了科堂就是转发抽奖。 超话主持人置顶一则博文曰,诸位,过年好。底下跟了几万条回复的WXCD。生机勃勃,可喜可贺。 魏无羡今天的早餐是狼忘机助理买回来的,他平时爱赖床,有的时候睡过头罗清阳叫也叫不起来,又怕活动迟到,便很少吃早餐。 罗清阳劝不动他,江城说的话魏无羡又基本荡耳旁风,除了平时江艳离说话魏无羡会听外,基本没有人能管得了他。 于是想赖床就不吃早饭这个习惯便这么被延续了下来。 但多了个暗恋对象之后,魏无羡的听话名单中除了从小到大敬爱的师姐外,又多了一个蓝忘机。 所以当蓝忘机将三明治和牛奶递到他面前时,魏无羡乖巧地接了。 男朋友给的早餐,不吃白不吃。 沙拉酱裹着生菜和火腿片,酸甜开胃,早上也不需要吃多,魏无羡一个三明治下肚,便感觉已经吃了个半饱,抱着牛奶盒开始做牛奶。 他早餐和蓝忘机一起吃,上班自然坐的也是蓝忘机的保姆车,于是当他和蓝忘机一前一后从同一辆车上下来后,前线探班的粉丝全炸了。 快门声接连不断,一群姑娘举着手机狂拍的同时,又伸出另一只手,将早就准备好的信递出。 然而魏无羡在这儿,蓝忘机也在这儿,小助理收信的工作量要比平时大了一倍不止。 戏还没开始拍,他们二人不着急进去,编译前以后也开始收信,待到所有的信都收完,已经是两分钟之后了。 魏无羡收了不少印着蓝忘机照片的信封,小姑娘递给他时还特地温温柔柔地说了一句现现帮我给忘机,谢谢你。 魏无羡自然打好。 三个人手上拿了不少信,最后全都装进了助理的袋子里。 回到剧组后不出所料地收获了一箩筐的恭喜和眼神洗礼,魏无羡笑的嘴都快抽筋了,才终于回到化妆室中,一进门便与罗青阳聂怀桑打了个照面。 罗青阳不用说,从早上开始,他的嘴角就没有从太阳学下来过,但他是典型地磕到了的姨母笑,而站在他旁边的聂怀桑则是真正意上的色派笑容。 魏无羡靠在门上,看得眼角青筋直跳,恐吓道,别笑了,再笑拳头硬了。 聂怀桑问,魏兄,你和兰旺鸡真的不是早就在一起了吗?怎么进度这么快? 魏无羡小声道,青阳没跟你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吗?你居然这么问我。 在一起是因为我右手滑了。 聂怀桑把他拉到化妆间里边坐下,又把门锁了起来,拉了张椅子过来坐在他面前。 魏无羡一头雾水地看着他做完这一切,疑惑道,你干嘛呀,我衣服还没换呢,待会儿戏要开始了。 聂怀桑不在意地摆摆手,放心,不占用你多少时间,而且今天上午第一场戏不是你的,可以慢点来。 魏无羡皱眉,不是,你到底要干嘛? 聂怀桑道,魏兄,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? 我愁你平时挺聪明一小伙儿,怎么到感情的事上就这么迟钝了? 魏无羡问,此话怎讲? 聂怀桑凑到他耳边道,你不觉得,狼妄鸡其实喜欢你吗? 魏无羡啊了一声,下意识否认道,那不能吧? 聂怀桑看了看旁边的罗青阳,两人对视一眼,一口同声道,看来是真傻。 魏无羡被他俩的话说得一愣,刚要说话,便被聂怀桑打断道,魏兄,长话短说,我给你剖析一下。 魏无羡拱手,您请。 聂怀桑清了清嗓子,分析道,首先我们来说说狼妄鸡,没拍戏之前,你可不认识他吧? 他也不认识你,据我所知,你们俩之前的唯一交流就只有你撞了,他一下没道歉直接跑了,剩下的就是你的单方面暗恋了。 我要说蓝旺鸡喜欢你,你肯定不信,也能理解。 但是你想,你第一次手滑,关注了你们CP超话,他又和你不认识,不仅不生气,还主动向你抛来橄榄枝,让你和他同演一部电影。 就算这是他们公司的决定,可谁不知道他蓝旺鸡是蓝氏总裁的弟弟,手底下员工见了都得叫一声小蓝总,他会不知道这件事吗? 他如果不愿意,蓝西辰怎么可能逼他呢? 这件事的解决方法那么多,他明明可以发通稿把错全都归结到你身上,也可以完全不理,但他却选择了邀请你来拍电影,甚至营销CP,这你总不能告诉我他是吃饱了撑的故意的吧。 罗青阳拍手,说得对啊。 魏哥你好好想想,魏无限张了张嘴,继续挣扎,那,那也有可能是他,他看过我的电影,一直想和我拍戏但是不好意思开口,正好趁着这次机会试探呢。 聂怀桑恨铁不成钢,你硬要这么解释也不是说不通,那我们继续分析。 之前你们拍对手戏时,我可也在剧组旁观,他蓝忘记是业内出了名的不与人接触,出道这么多年,除了你就没闹出过别的绯闻。 那天,你们对手戏,拍戏我就不说了,有肢体接触也拒绝不了,可是你们下戏后,你又是勾肩又是搭背的,晚上还搞出了个牵手吃海底捞的热搜,你就不奇怪为什么一向生人物尽的蓝忘记,为什么单单不排斥你的肢体接触。 而且最离谱的是你后面又手滑了一次,但你们原本就是营销CP而已,圈内的营销你应该懂的,没那么多真情实感,可你已经不是一次手滑了,他如果真像你说的,只是想和你一起拍戏,那你这一次手滑的内容这么严重,他凭什么不生气呢? 但是他不仅不生气,居然还主动提出和你假扮情侣。 魏兄,主动提出啊!他不抗拒,你接近他已经让人很不可思议了,他居然还跟你提假扮情侣,你这一个晚上真的就光顾着睡觉一点也没想这其中的缘由吗? 魏无羡,可是! 魏兄! 聂怀桑斩钉截铁,你们明明才认识几个星期而已。 魏无羡被他说得心甘直颤,三魂去了七魄,脑子里回放的,都是不久前,他和蓝忘机、Chimmy接触的画面,蓝忘机望向他温柔的眼神,冰山融化的几次笑容,包括昨天晚上一夜的童驰恩共枕,他甚至还窝在对方怀里。 所以,蓝忘机,到底,为什么,不排斥他? 聂怀桑说,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情。 魏无羡做好造型去片场时,脑子里还不断地回放着聂怀桑斩钉截铁的话语,以至于当蓝忘机一袭白衣仙气飘飘地走来时,魏无羡也只觉得他那张俊俏的脸上写了四个大字,因为爱情。 魏无羡想,没想到蓝忘机居然暗恋我,跟他妈做梦一样。 聂怀桑灌输的信息对于魏无羡来说实在是过于震撼了,以至于在开拍的前一秒,魏无羡还处于猛逼状态,任由道具师在他身上装微压,眼睛只看着一处,让抬手便抬手,让转身便转身,如同一个失了神志的人形娃娃。 然而,他本人也确实如此,虽然没有失了神志这么夸张,但也魂飞天外,满脑子江湖。 因为爱情在他脑子里循环了好几遍,以至于现场导演喊了开始,他还傻站在原地弄了片刻,被蓝忘机扯了衣服才回过神来。